七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 他出现问题点 就是吞东西慢慢发生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 吃硬的东西有点卡住的 那样的一个感觉 那也不是一开始吞下去就卡住 好像是经过一点时间 因为我们对食道还是有点感觉的 吞下去以后好像在某个地方 就好像吞不太下去 要喝口水 他慢慢才会好 会不会痛 不会痛 后来这个症状有比较明显 所以来到医院做检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做内视镜检查的时候 这个胃镜放到我们的食道那个地方去以后 这是在时代食道中间的地方 可以看到有这样肿瘤 鼓起来的这个情形 所以食道正常的时候 它的粘膜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开端的地方 然后在靠近胃的地方 这个开口的那样的一个 奔门这个位置的时候是这样子 平常会关起来 那食物经过的时候 那么会再开放进去的一个情形 所以整个食道的一个通胀性 这是非常重要 而食道本身的一个 这个直径也是很小的一个情形 如果里面有刚刚形成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当然它的食物通道就会发生问题 所以久了结果它也会影响到体力 影响到体重 会减轻的这个状况会发生 所以这个病人问题点 症结点就是这样子 在这个地方食道产生出这个肿瘤 就是食道癌 所以在做这个电脑断层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是气管 这气管的这个地方 这个旁边这个食道这个位置 可以看得到的这个粘膜 它有一点点鼓起来 这样的一个情形 可以看得到这个粘膜有点鼓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表示 食道本身肿瘤的一个影响 当然不只是在这个地方 它也会影响到附近的淋巴线 所以临床的医师就要做整体的评估 看看这个需不需要先做化疗 电疗 那么在手术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接着用手术的方式 就是把这个食道有问题的这个点 给它切掉 切掉的一个状况 当然这个接着还要把胃 再拉上来做重建的这个情形 所以整个手术是非常复杂的 那样的情形 这是切下来的这个食道的这个情形 那切下来食道 我们可以看得到肿瘤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不过给它切除 后续还是需要做电疗跟化疗的一个帮忙 可以值得检讨 就是这抽烟 一天抽十几根 抽了十几年的一个状况 又何久 所以不好的健康习惯 它也许不至于立刻发生问题 但长久终究会有问题 谢谢大家 记得订阅分享哦 别说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